海军操演出现如此重大的失误 让朝野立委是一面倒的炮轰 民党立委黄伟哲就直言 这是没有办法原谅的过错 而国民党立委江启臣也说 中华民国建军以来 也没有发生过这么严重的失误 甚至还牵涉到了国安的问题 尤其这事发胜直中共党庆 让外界不免担心 会不会触及中国大陆的敏感神经 有航母杀手之称的熊三飞弹 威力惊人能传透敌方船舰盾甲 保家卫国的重要武器 却被海军不小心发射出去 夸张举动让朝野立委群起踏发 你看美国的这个战略武器也好 或战术飞弹也好 或战略洲际飞弹也好 它的飞弹的发射 是有多么严谨的这个过程 我们觉得其实这部分 是无可原谅的过错 这个比之前小白的事件严重 好几百倍都有 军中应该要好好的把 CISO案 就这样自己出锥 这真的是很糟糕 我们每一年三千两百亿的经费 是不允许你这样随便误击的 中华民国建军以来 海军建军以来 请问有发生这么严重的一个 误击飞弹的事件吗 天军海冰误射飞弹 闹出人命 导致一名船长死亡 三位船员受伤 尤其事发正值中共 九五周年党庆 兰尾怒批敏感时机出包 难道不怕引发台海危机 要求国防部长冯世宽 仔细想想去留 你还是不是人 我们的国防不能有空窗 有没有误伤到渔船 也搞不清楚 有没有人伤亡 也没办法说明 请问这样子的国军 你要如何 总统还没有回来台湾 就已经觉得毛毛的 那如果是这样 甚至让我们的友邦都觉得说 我们军方对于高端的 这个武器的控管是有问题的 这部分会影响到将来 未来很严谨的 我们跟友邦的军事合作 如果真的是要换人 现在我们觉得 其实一两天内就应该决定 这件事情如果不处理的话 很容易被国际媒体 误以为台湾在引战 立委直言国安问题不容草率 尤其国军近期争议不断 偏偏总统蔡英文 仍又在异地出访 新政府遇上棘手问题 怎么惩罪整顿军纪 又不会打趴国军士气 陷入两难 欢迎新闻综合报道